首先欢迎并感谢金大使来到北美总站视察 那现在其实国内已经是国庆了 国庆之际您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我今天非常高兴 在我们国家国庆节即将到来之际 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北美总台来看望大家 我是每天都通过央视 来了解国内的情况 那么现在国内已经是一派 喜迎国庆的气象 各地到处都是一片喜气洋洋 我们的群众也都在忙着过节 忙着怎么外出旅行 所以看了之后我也是非常心亡想之吧 所以借此机会呢 我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 生日快乐 繁荣昌盛 祝愿我们的人民 节日愉快 幸福安康 9月30号呢 在天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向人民英雄纪念花篮的仪式 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 那么我通过央视的屏幕 民族的为大复兴 这也就是我们工作的信念和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